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明的社会起源与心理起源研究 从附属名当中你可以看出它的历史学社会研究方法 在第一讲里我就说了 埃里亚斯的落脚点是人的行为举止的变化 还包括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 全书谈的是围观的人的日常细节和宏观的社会制度 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它们交织互动 螺旋延展出一幅画卷 那就是个人 国家以及社会的整个文明的变迁 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 在这本书里文明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埃里亚斯开篇就说 文明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技术水准 礼仪规范 宗教思想 风俗习惯 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 它既可以指居住状况或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 也可以指法律惩处或食品烹调 仔细观察的话 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以文明和不文明的方式进行的 所以要用几句话概括文明所有的含义 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 在平时 无论你因为是某个民族或国家的人 而自称文明人 还是你看见一个霸道哄叫的熊孩子 叹口气走开 你都能抱有一种文明观 你的文明观不仅是对某种特定的公正观 秩序感的肯定 也是间接在否定他人 回过历史你会发现 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 欧洲对亚洲殖民地 上层精英对下层民众 成熟理性的男人对幼稚感性的所谓女子与小人 这些被刻画的印象在人们眼里 好像是自然的 客观的 还理直气壮的构筑起了鄙视链 用咱们这本书的作者说法是 文明的局内人将自身作为历史发展 社会发展或个人发展的高级阶段甚至目标 而不文明的局外人则成了对照的靶子 我想跟你特别讲一下 在文明的进程里 作者还比较了德语中的文化 与英法语言中的文明 要说清楚这两个概念 在两个地域间的差异 就要追溯德法两国宫廷 向中产阶级开放的程度 以及两国不同的国家身份认同观念 在法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历史悠久 文明代表着全民族的荣耀 土边渗透到各个阶层 而德国迟迟未能统一建国 贵族排挤其他阶层的政治参与 维护自身的特权 市民阶层努力效仿贵族阶层的行为标准 来塑造自己 渴望接近上层 而贵族为了维持自身的独特尊严 把礼仪搞得越来越精致化 就是繁文如节吧 总之 又要让你们看得到 知道好 想学 又不能让你们都学了去 而知识分子 为了显示自己精神上的高贵 宣泄怨愿 就在政治之外的文艺领域大显才能 他们鄙视宫廷贵族的文明 认为那些调调佛华浮浅冷漠虚伪 他们尊奉的是深沉思考 真挚淳朴 是个性的培育 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讲的修养 下面呢 我来讲今天的第二个问题 我要给你举一些埃利亚斯的研究实力 让你明白他是怎么观察和论述的 在第一讲中 我说过 文明的进程上卷 举证了许多所谢不堪 甚至令人尴尬的行为规范 埃利亚斯在英国的图书馆里 发现了许多13到19世纪欧洲人编写的行为手册 或者叫做行为指南 他的研究就是从这些指南开始的 编写这些手册的人 有的很有名的 比如他发现了一本手册 作者竟然是中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 伊拉斯莫 但面对这种有大思想家编的手册 埃利亚斯没有做传统的思想史 他不想只看经营思想家个人说了什么 而是关注背后反映出的集体传统 他还发现许多手册反复再版 内容几经修订 他就前后对比 着重看哪些内容被删除了 又添加了哪些内容 他指出被删去的东西 正是那些已经普遍被接受 而不需要再强调的规范 类似于今天 不必再强调 不能随便打狡辩 而研究被添加的内容 就能够发现文明逐步强化的过程 当然 如果只是挖掘和整理这些冷门材料 那埃利亚斯不过就是个 善于猎奇的书成 多几分心机而已 其实 早就有人注意到了 这些行为方式的变化 也对变化的原因 有过许多解释 埃利亚斯妙就妙在 不仅一一列举 并夺斥这些习惯上的解释 而且指出 恰恰是这些解释本身 就属于变化过程 并且是推动这些变化的机制 应该成为分析的对象 从而 把我们的目光 从所属的日常细节 转到了宏大的社会变迁 下面我举行 埃利亚斯具体的研究 让你看一下 他通过细节论证 怎么推导出他的结论来 第一个是关于物质需求 从人的需求 与文明的发展关系看 他认为 早期人们的行为方式 之所以简单粗糙 并不完全是由于物质匮乏 而后来逐渐变得精细 也不只是因为物质大大丰富了 有条件不瞎凑合了 人的需要本身并不是固定的 需求有些复杂的生成过程 并且反过来刺激生产和发明 有人用手也可以抓饭吃 但有的人餐桌上没有竹台和红酒 没有倒叉 那西餐就无法下宴 所谓匮乏与丰富 始终是相对的 而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 之所以不同 关键原因不在于 他们对物质的占有 是多还是少 更在于他们对物质的控制程度 和要求是强还是弱 不同群体塑造和维护 自我认同的需求不同 他们对物质的控制程度 和要求的强弱就不同 第二个例子是卫生 人们之所以改变了 早期所谓不卫生的行为方式 并不完全是因为认识到 卫生关乎健康 恰恰相反 常常是先有了行为规范 再有人 比如各种专家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对新的行为规范 给出了各种解释 换句话说 本来是要主观的 解释一种规范的合法性 结果包装成了客观的说明 这种规范的必要性 再比如 有屁你得憋着 有谈的你得下咽 这在很早的时候 人们就认识到 这样是有害健康的 但行为规范发展到今天 我们都不会在公共场合 随意的放屁和吐痰了 第三个例子是礼貌 有人认为 人们的行为之所以越来越讲礼貌 是出于对别人 尤其是贵人的尊重 而埃利亚斯说 这里反映出的 其实是地位的不平等 比如说 在贵人面前赤身裸体 或者宽衣解带是不礼貌的 甚至是大不敬 而贵人在仆人面前这么做 反而显得平易近人 贵妇在仆人面前洗澡 不会觉得害羞 因为对方跟自己 不是同等的人 这里人打了引号 随着社会割阶层 越来越平等 单方向的尊重 才逐渐被普遍的羞耻心取代 还有人的情绪和情感 有人认为 文明的进程 也是情感逐渐又粗野暴躁 转向细腻平和的过程 必须承认 从前人们满足情感的方式 充满了攻击性 一言不合就开打起来 社会行为充斥着暴力和残酷 这不仅体现在打仗上 在体运动 惩罚行刑 对待动物上都暴露无一 但埃利亚斯认为 从野蛮残忍转向细腻温柔 包括这两者情感的 逐渐被区分本身 其实都是文明化的结果 而不是文明化的动力 转变的关键 与其说是情感越来越温柔 不如说是越来越稳定 埃利亚斯细致分析了许多案例 比如说惩罚的行刑方式 怎么从大伙一拥而上 直接参与屠杀 到围观看行刑 再退入监狱高枪之内 最后改为电影和注射处死 让死者也死得体面 直至人类废除死刑 再比如体育运动 从受力比赛 至肉身搏击 到间接的竞技和游戏 再到专业化 规则化的现代体育运动 你要知道 埃利亚斯还专门跟别人 合编了一本体育社会学的书 在英国生活时 他还写过一篇长论文 分析了英国一方面 诞生了大部分 现代体育项目和比赛规则 另一方面 又诞生了言辞激烈 但并不会肉身撕打的 议会辩论 他还论述了 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他还说的吃肉 从直接撕咬活食 到烤成熟食 再到有了厨房 在厨房里 事先切好剁小了 才摆上餐桌 到现代大规模屠宰场的 机械化操作 肉类加工终于文明化了 你设想一下 一个从小吃麦当劳 肯德基 以及超市 半成品包装食品等 以后不要说 活计活压 可能连整集整压 他都没见过 总结一下 今天我讲了两部分的内容 第一 是这本书里的文明概念 明白了它的概念 你才能够理解 作者研究的日常生活细节 跟文明进程间的逻辑关系 然后呢 我就给你举了好几个例子 让你明白 它是怎么研究 人的行为规范 与社会文明变迁的过程 今天留给你的问题是 比较一下 在吃肉这件事上 中西餐有哪些差别 并用埃利亚斯的方法 谈谈这种区别的历史成因 社会转变对个人的影响 李康老师会为你解读 什么是社会结构变迁的 主要推动力 社会结构的变化 又是如何影响 个人的行为 上一讲 我介绍了文明的进程 上卷的基本内容 你会发现 行为规范的表达方式 逐渐从直接的 命令式的 否定禁止的 转变到间接的 细致的 肯定诱导的方式 比如禁止踏入草坪 到爱护花花草草 还有更关键的转变 就是从具体情境的 有他人在场情况下的应该 转变为 没人在场 也得主动遵守的慎毒 举个例子 原本穿衣服 为的是人前体面 可假如 酷暑时节 你一个人在家 温度逼近40度 空调又坏了 你会不会拉上窗帘 把衣服脱光 脱光了 会不会觉得紧张不自在 埃利亚斯说 会逐渐忘掉 外部约束 到自我约束的 转变过程 把原来只是应该 可能的事情 当作一向如此 是会规范要求的 却成为人的自发行为 被塑造出来的自我控制 却成了你的自由意志 这还没有完 不光是原先 你烦那要命的 都是为了你好之类的唠叨 慢慢转变成了 你热衷转发 和照办的朋友圈 养生健身 职承打拼的鸡汤文字 而且 这些曾经给人 带来愉悦的东西 有些不仅遭到禁止 原因在于 有些本能的逾越 是社会不欢迎的 如果你表现出来 就可能遭到威胁 甚至惩罚 是人们对原本 很满足逾越的方式 失去了快感 甚至产生焦虑 这种情绪不断巩固 在心里 激淀成了厌恶 甚至恐惧 手淫 却是个很好的例子 同时 人们得越来越顾及 别人的感受 不得不谨言慎行 小心对待 一举一动的后果 人们越来越敏感 很容易感到羞耻和窘迫 比如 不小心当中放了个屁 别人尴尬 自己也尴尬 又比如 在拥挤的地铁里吃榴莲 别人给你一个白眼 就是一种轻身惩罚 往往比身体惩罚 还要厉害 你看 人们每每处在 人际关系的网络中 这个网络 产生约束性力量 让人感到压迫和恐惧 而正是这种压迫和恐惧 让你养成 自我约束的习性 行为举止 更加闻名了 但是 以上所有转变 其背景和动因 都是来自大的社会环境 那么 社会结构的变化 是怎么影响 个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呢 社会结构的变迁 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今天 我们重点就讲这个 这也是文明的进程 下卷的主要内容 埃利亚斯概括说 中世纪以来 社会各阶层 流动的机会都增大了 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造成人跟人的边界 模糊混乱 人们渴望确立 新的全体身份 寻找新的自我认同 开始注重 和别人的交往方式 而竞争越来越激烈 社会的上层 有意无意地鼓励下层 模仿自身的行为模式 同时 为了维护自身的竞争优势 又不断提高 自身行为的精致程度 导致下层不断地模仿 学习 这个道理 很像一个春晚小品的台词 说是 我们乡下人 刚刚学会用纸擦屁股 你们成立人 就改擦嘴了 人们的行为方式 好像遵循一种标准和样板 在不同阶层 传播扩散 循环递进 埃利亚斯把这个过程 称为行为的标准化 或塑形化 塑呢 是塑造的塑 型号的形 埃利亚斯还把欧洲的封建时代 划成两段 在第一段 经济 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 逐渐分化 到十一世纪 进入到第二阶段 国家开始形成 权力啊 开始集中 他分的第一阶段 是罗马帝国善亡后 人口骤减 市场荒芜 商品的供求链条缩短 货币使用的范围减少 人们主要生活在 自己自足的农村 而赋税短缺 无法维持 庞大的官僚机构 和常备军 也不可能进行 较大范围的统治 后来 人口增长回升 而当人口和土地的限度 达到一个拐点时 就会出现 向心的力量 类似物理学中 物体做曲线运动时 指向原新的 核外力的效果 这时 第二阶段就启动了 埃利亚斯最关心的是 怎么样一种社会过程 带动起来了 并整合出新的社会关系 造成原来的社会结构 逐渐瓦解 市场开始不断扩大 商品供求链条延长 货币需求 重新高涨了起来 埃利亚斯把分析的重点 放在了以下三种机制上 一是垄断 二是王室 三是私垄断 转向公垄断 我们逐一看一看 第一是垄断机制 垄断机制 是通过两个过程完成的 一是暴力和征税手段 不断向各地区 单个统治者和机构集中 二是通过跟乡林的统治者竞争 消灭对方 扩大地盘 说到这儿 我得插一句 马克思韦伯 有关国家的定义 韦伯说 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 他通过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 成功宣称 对特定的地域 也就是领土 拥有权力 来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而埃利亚斯试图证明 这种对暴力和征税的双重垄断 是怎么建立 怎么延伸扩展的 使得统治越来越稳定强大 埃利亚斯还把国家形成的过程 跟商家间的竞争做了对比 发现随着竞争的激烈 参与的商家会越来越少 对他的这个发现 你可以对比着观察一下 共享单车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 还有内部稳定的过程 意思是 在特定区域内 个人和群体间的冲突 会越来越少的输入暴力 而更多的依靠法制和礼仪了 第二是王室机制 也就是国家内部 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 达到某种平衡状态的极致 这种平衡 恰恰是通过权力 向国王集中实现的 因为各群体利益不同 彼此牵制 越来越需要 形成某种权力中心 以协调已经到手的权力 这个时候 据中心地位的统治者 不能只是 某个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你只要看中国历史书 哪怕看点攻斗戏 你就能明白 王权需要维持 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 需要各个集团 保持紧张而平衡的关系 说白了 最高统治者要去摆平 但不能真的把事全摆平了 要是大家都没事的 他自己可能就有事了 不过 国王也不能为所欲为 他可以利用各方利益的冲突 纵横摆核 扶弱压强 坐收余力 但国王逼近直深 错终复杂的关系当中 还在依赖 臣民提供的税赋 和劳役维持统治 暴力是垄断了 但斗争却没有消失 只是方式变得更文明了 这样的均衡状态 自然会导致 第三种机制的出现 也就是私垄断转向公垄断 所谓私垄断 指的是国王 你可以说镇纪国家 而公垄断 指的是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化 各种相互竞争的力量 通过各种各样的规则 全力达到治愈和平衡的状态 总之 主要是这三种力量 国家的垄断机制 王室对各个社会集团的平衡机制 以及从家庭下的私垄断 转为多方竞争 互相牵制的公垄断 改变了11世纪以后 欧洲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变了 对各地行为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就是分工不断细化 网络日益紧密 阶层流动增多了 总之 人们发展的机会大为增加了 社会结构变化 还强化了个人的身份认同 人们因此更加注重 跟别人交往时的习俗礼仪 社会规范 原来那些外部的约束 内化为自己的处事原则 人们的行为方式 也变得日益精致和隐秘 并且 社会上层 为了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 会不断提高行为的文明程度 而下层的模仿 反过来 激励上层 行为日益精致 整个社会构成一个竞争 递进的动态循环 社会礼仪和行为规范 正是在这种往复循环当中 最终塑造了每一个个体的行为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重点讲了 两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是埃里亚斯分析的 中世纪以后社会结构的变迁 他把封建时代的欧洲 分成了两个阶段 重点是后一个发展和向心的阶段 二是他阐述了有三种机制 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 与个人行为和心理变化的关系互动 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强化了个人身份认同 社会规范日益标准 塑造了每一个个体 埃里亚斯在这本书当中 运用了文化史研究方法 并且通过对比哲学家阿伦特 和社会学家福克的思想观点 解读埃里亚斯的历史观 让你对他的思想 有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理解 我先谈一谈这本书 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 其实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我说过这部大书看着厚重 但却很好读 通过前面的四讲 你也能发现 虽然书好读 内容也有趣 但作者谈的却都是大问题 而且书的整体性很强 上卷貌似侧容微观 但在铺陈日常琐事时 始终以宏观进程为背景 而下卷好像聚焦宏观 可那些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后果 也都落实在人际交往 和心理变化的细节上 与此类推 虽然为了理论和方法的提炼 以概括 全书分有专门的篇章 但埃利亚斯在考察 具体的历史时 始终有完整的方法论 和认识论上的思考 第二个特点是全书的史观 前面我们谈过了 这部书的史料特点 而在历史观方面 埃利亚斯也有他的明确立场 这些立场 与当时主流的社会历史研究 是相对抗的 例如他指出 我们要考察社会关系演变的动力机制 不能把国家形成过程中 对暴力及征税手段的垄断过程 直接还原为经济竞争 因为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 把制度划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等等 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如果因此就想当然的 对某一段的社会形态 生硬的划分出各种制度区域 再寻求他们之间的因果关联 然后简单的判断 谁决定谁 就属于侮辱歧途 上面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制度机制 其实是相互依赖 如果强行分离出所谓第一推动力 或者把历史看成一个等级序列 由一个一个相对固定的阶段组成 就是一种静态的视角 是无视社会现实的过程性 在埃利亚斯眼里 社会发展的过程 是在流动中 不断地形成特定的塑形 怎么理解呢 你体会一下 假如你面对的是历史某个特定的试点 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很多偶然性 也能看到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 最后自主也好 被裹挟也罢 你走上了历史的某一条道路 记下去好像也还会是这样 而如果你作为后者来回望那个历史试点 就很容易将原本只是偶然的发展结果 当作不可避免的结局 因为其他的道路 以及走上其他道路的那些失败者 已经从历史的记载当中 从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 埃利亚斯反对历史的必然性 更不能说他是个历史虚无主义者 事实上 他反对那样简单的两分偶然和必然 他认为 一个过程随着他的发展 越往后 强制性就越强 有个词叫路径依赖 回首悠悠千载的历史长河 确实能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埃利亚斯提醒说 这种规律既不是盘古开天就注定了的 也不是被哪位天宗英才设计好的 事实上 每个人能看得清的 只是接下去有限的几步 社会的发展变化 是无数个人和群体 或相同或相反的利益和意图 互相纠结 合力而成的 第三个特点 是埃利亚斯通过大量的经验和考据 将历史与当下 社会与个体融通 比如在谈到 以国家为形式的社会组织化 税收和暴力垄断化 到底跟文明是什么关系时 埃利亚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 把以下两个方面建立起对应关系 一方面是国家更有效的垄断暴力 会形成更均衡的社会强制机制 另一方面呢 则是个体性格中形成的更为均衡的自我控制机制 打个比方 如果说中世纪随时预备拔刀相向的路人 就像随时准备喷发的烈火 那现代社会一看阿尔曼三通过的行人 就像一团始终如一的闷火 其实这两个环境中同样危机四复 只是风险爆发的形式和合理应对的手段变了 埃利亚斯指出人的暴力畸形并不会消失 人们会寻求间接的宣泄 或者在一些非常时期直接表露出来 比如狂欢节上 大革命中 还有呢 集中营 当然 历史正常时态肯定多于非常情况 并且真正直接表现的人是少数 大多数人都有隐蔽性 埃利亚斯认为 在个体心理生成的过程当中 克制压抑会造成许多心理疾病 而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 危险却少了 但也会变得无聊了 弥补人的兴奋 动情 愉悦等心理需求 只能通过小说 艺术 体育运动等等文化创造 以及做梦 埃利亚斯说 这叫曲折的替代体现 俗话说的斗乐子 找刺激 寻开心 就是出击表现 好 关于这本书的研究方法 我就讲上面三个特点 可以讲的 当然还有很多 或许可以再有一次机会 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挖掘 经过这周的大课 你肯定也会同意 好的经典能提供我们的启示 是挖不进的 下面 我讲今天的第二个大问题 那就是埃利亚斯 和两位大思想家的比较 因为在重大的主题上 他们都有过密切对话 第一位是几乎近人皆知的 汉娜·阿伦特 他与埃利亚斯 都是流亡的德国犹太思想家 埃利亚斯认为 随人二十世纪 出现了纳粹以极权主义 但那只是文明进程中的偏误 偏差的偏 误打的误 根源在于德国特殊的文化土壤 而阿伦特主张 纳粹德国不是偏误 就是现代性的典型体现 警示着 现代社会 绝大多数人可能面临的黑暗未来 埃利亚斯眼中的现代性 指向理性的社会 只是有时会发生像纳粹德国这样的 去文明化或逆文明化的现象 而阿伦特和福克都觉得 现代性使人了无生机 千篇一律 正是托克维尔陛下 蕴酿专制集权的土壤 说到法国思想家福克 他和埃利亚斯都讨论过 社会规范是如何产生的 文化上的习惯 又是如何形成 语音众生的行为方式 是如何被规定的 再往深一层思考 文明化的进程 究竟是束缚了人性 限制了人的发展可能 还是促进了人的理性人格 在福克的理想中 个体应该把自我锻造成 具有多元选择的艺术品 福克对人的理想 听着好难吧 要我们成为有可能 多元选择的艺术品 实际上 它是主张 个体摆脱社会秩序的 陈规介训 而埃利亚斯认为 社会秩序和人格秩序 是相互建构的 并不是社会单方向压制个体 好了 今天这一讲讲完了 这本到处的内容 大致都说到了 希望你能有所收获 前面我说了 这是一部问世 四十年后 才被人重视的经典 作者历经劫难 活到七十岁 其思想才被发现 我们对此表达敬意的 最好方式 就是通过学习 反观自身 毕竟 我们都承受着高度文明 带给我们的幸福和重负 苦乐在其中 往往浑然不绝 这一切跟文明进程的关系 谢谢大家 主持人 现在正能重视UN�로 Cruz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